P 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就是 第一个就是Gate跟Post 你怎么样把资料传递过去 他给你他应该就是有点像 他有点是就是一个server 你丢什么需求给他 他给你什么结果 如果他有database 你就去丢一个讯息给他 比如说查一个关键字 他把结果丢东西给你 或者像早上的同学 用NFC那很棒 他的idea真的很棒 一下可以解决很多门禁 很多的一些 签到签退 或者打卡 几乎都可以取代 而且成本很低廉 手机每个人都有 悠悠卡每个人都有 其实 缺的就是说怎么样把 资料写到云端上面去 然后呢 到时候 管 这个管理者就可以直接上面撈资料 然后 你可以可能要写个AP 给他就是说做管理 或者让他直接load到那个Excel里面 因为很多人他们都习惯用Excel 然后让他去做管控 甚至可以算薪水 人事 人事单位 或者说他要 做一些什么什么 Security的管控 其实进出 谁进出 其实很明显 OK 所以这里的话呢 这后面也需要一个Database 那这部分等一下再来看好了 那第1个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Gripping 其实 RUN起来之后 我们并不是 要去做那个 界面部分呢 其实 各位可以在这边看到 这个界面 比如说送出查询 这前面讲过的 前面我只是加入 您输入的是 这个后面的这个keyword 把它套上去 那如果说你今天 其实 后面的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把什么 前面这个表单的这一个 表单的这一个东西 把它换到哪边去呢 其实将来你们要换的 就是把这个表单 把它改到哪边去呢 改在那个我们的App App的那个 我们的view 用我们的App的view 去把它改一下 所以基本上像这个Sample 你就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类似这样 这个应该很很easy 就是说我们可以 把这个地方 做出一样的嘛 对不对一个Editas 一个 一个送出查询 那只是说这个送出查询呢 在那个JSP里面呢 它是丢给这个 去处理嘛 丢给这个JSP 因为他们是放在同一个 根目录底下 所以不需要给他 这个 在前面一串那个什么 我们IP位置之类的 那些 那 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 手机里面 因为呢我不知道那台 是不是在 在哪里了 所以你必须要给他一个 这个路径 所以昨天我们有练习过 就是说 在这个地方 前面路径的部分 就是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这个路径 那这路径的话应该 查得到了 而且是固定的 如果说你 你要把家里的 屏宽变成一个固定IP 其实也可以拿来这样做 而且非常简单 你就把这 转起来 你到外面 哎 就可以try一下 绝对没有问题 只是你 可能Tonkey的 他不太给力 他不太不太给力 他怎么说 不太给力 啊 就是 常常我还看那个 大陆那边还有在YouTube 那个影片下面说 老师您的影片很到位 很到位 我想 很 很牛 他说很到位 我想很到位 到什么位 他如果说很牛 很牛逼 那这边的话就说 我们传送给他啦 那你可以自己再try一下 我觉得这技术一定要try 而且非常重要 而且这东西 确定是可以run 你要知道自己的IP 回家或者是你只要一台电脑 有IP位置的地方 就可以拿来玩玩看 经常玩的 一定就是把这技术 彻底的去 发挥出来 我跟你讲 这绝对可以 啊 他就把它包装一下 绝对是有 背后有很很大的商机存在 OK 那里面的话 我们界面上面就是有三个东西 所以我宣告三个东西 然后宣告一个msg 这就是最后抓那个 最后回来的东西 然后一个IP位置 一个位置 Stream的UI 那最后底下的话 宣告也是宣告这三个东西 这应该前面讲过 事件的话就是当我怎么样 当我按下按钮的时候 多加一个什么 资金序 就是runable 那我前面讲过 反正就是 你不要因为 影响到那个 组织 就像那个 高速公路 一定会有支线 而且上来的时候 你要管控 不然的话你一上来 全部都塞住了 所以要不然就把引流 引到哪边的 引到省道 引到那个什么 引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那个宣告最容易塞 六日真的不要去 哇 我有一次去昏岛 哇 真的是 下一次再也不要去了 哦 真的 从宜蘭 开车 回 因为我住基隆 回到基隆 居然三个多小时 哦 因为那一天刚好那个 佛光大学 邀请我去 上课 然后我就去了 我想说 好吧去看看 礼拜六 礼拜天 礼拜天嘛 刚好我一个人开车 又 高承载管制 上不去 而且已经塞很久了 排队排一个小时 跟我讲高承载管制 早知道 早知道我就走 走那个 冰海就好了 对 结果我想说好吧 好赶快就绕冰海 结果呢 好时不时 冰海更塞 结果 不过我这个人就这样 我会 赶快转 结果后来我想说 因为我有 加米导航嘛 结果就想说 好吧我转路线 我不走海边 我走山 山上总可以吧 可以 这时候 刺激了 他就给我倒到那个 往九份的山上 结果 一路上 你知道吗 人烟稀少 完全没有人 然后呢 四周围 就全部都没有 就是一条很小的路 然后一条山路 一直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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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走很久很久很久 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终于到山上了 然后也是 这到九份 真的到九份了 好 高度他没办法抓 对 只要交流道 不是他那一條路確實也是有差不多 我算一下路程大概也差不了多少 是有避開塞車啦 只是說那個路在太刺激了 身手不見無止 我那時候想說如果我的車路突然有什麼狀況的話 哇刺激了 因為大概你到那個大馬路上至少都是一個小時 到哪裡都是至少一個小時 如果救援車要來找我恐怕也不知道怎麼找我了 就是這扯遠 thread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把我們的主要的跟次要的分開來 不然的話可能就因為塞在那邊 那其實現在高速公路管制也是有道理 因為如果說你不管制的話 變成高速公路全部都堵住了 那全部堵住根本高速公路一點之後都沒有了 所以這也是 thread的用意有點類似像這樣 我們把他引開來 暫時不然的話到時候你不回應我 因為我送一個回應出去的話 我不知道多久會回來 也許一秒鐘 也許兩秒鐘 也許十秒二十秒有都可能 那怎麼辦 所以就是要讓他另外再另外去做 可是他回來不會告訴你我回來啦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等一下再來看 那這裡的話我就後面再串接什麼 串接一個ad test裡面 把我填的東西再加上去 然後再去執行什麼 執行這個get stream的這個方法 get stream的方法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一段 那回來之後的話實際上就類似這樣 我們就執行我們的這個 有沒有 那我按下送出的時候 比如說我查一個Terry好了 那查出來他的0輸入的是Terry Terry Terry 為什麼三次Terry 剩一次 又再一次 再剩一次 又再一次 對對對 就是那個Terry 因為他一直串接串接串接 所以這個恐怕要再改一下 另外的話 因為你會發現出來的結果其實不盡人意 你會發現 這東西上面要不要出現 那多變數 後面的東西也不要 所以如果我今天最後要切出來 只有這一部分的話 那也一個變數的話 這要怎麼做呢 一樣嘛 前面不是有那個 就是台銀的匯域那部分 請各位切字串 切字串就從哪邊切呢 你可以找body 然後body結束 把它切出來 那不就好了 OK 所以這一題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 第一個 其實齁 動態網頁只是我們Android的部分 只是要怎樣 把原來的 這一個畫面 有沒有 把它改在哪裡呢 改在我們的手機上面 一樣 然後按一下送出查詢 也是丟給那個JSP 所以以後最重要就是你要有JSP 去接到這些訊息 再做後續的處理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畫面先稍微改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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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